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人 果然是个附加公子 有钱了不起啊 别以为你替我道歉 我就会感激你 小兄弟啊 看你那么喜欢吃美食 这个呢 是我自家带过来的糕点 外面吃不到的 赏脸一瓶吧 这个真好吃 你们家厨子可真厉害 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 好 我让他出去办事了 可惜我吃的太多了 这也吃不下了 小二 来了 你帮我把这些裙都包上 我要带回去 好 那请先加账 哦 不用找了 这不够啊 这可是整整一吊钱啊 拿去 这还差得远呢 好 这回够了吧 只够个零套 这么多钱只够个零套 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菜 也太贵了吧 这些钱都是我跟我兄弟姐妹 一年的利钱呢 这可是京城第一酒楼 可不是你们乡下的 草棚子小贩馆 你看看 看看咱这桌布 看看 再看看咱们店的陈设 我跟你说 除了皇宫敢用黄色 普天之下 没人敢用黄色 唯独本地 本店 为什么 因为本店是先皇特许 哦 这样吧 这顿饭钱 我来出了 哎 且慢 虽然我知道你比我有钱 但是我也知道 无功不受入 这样吧 我能不能先欠着 等我哥哥来了以后 再付给你 嗯 可以啊 但是 把你刚才掏的那块玉 押在本店 不行 这是我娘死前 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不能给你 那客观的意思 就是要吃霸王餐了 好 小兄弟 这个京城第一酒楼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礼敬天下身怀绝技的 能人意识 所以呢 你要是有什么绝技的话 能露出个一两手 这样的话 就可以免发这顿餐费 对对对对 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银的话 可以露手绝技 给大伙瞧瞧 那什么样的绝技啊 来